南冠神戴天府大年初日 良辰及时寻谷法 抽国运签 第二支签就抽出 这支签最后得到连续五个省规 信徒们爆出欢呼声 这回抽出的是第十五支签 唐太宗令五妹娘赏花 前世内容 于今此景正当时 看看玉图百花魁 若能遇得纯色道 一洒清集脱尘埃 是罕见的上帐签 十三年来首次抽出 前世内容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 等待春天到来 即可脱离尘埃一展吉祥气象 象征国运昌隆 民生经济会更好 但民俗专家还是认为 有些事要提醒 小心恶业 恶业就是论恶业 又两个村 通常今年叫孤兰年 没人要结婚的事 虽然国运签抽得很不错 但还是要谨慎应对 南冠村戴天府 曾经因为抽出国运签 武则天作天 预言蔡英文当选总统 但也因为连续抽出中下签 饱受批评 甚至罕见三百多年来 首次突破枪 这回抽出上上签 似乎可以松了一口气 既然来关张王书宏 谈谈报导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叫我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